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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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上个世纪的 差不多是五十年代生人 是 对吧 楚云天 洛夫 罗钱 尤其是楚云天 尤其是楚云天 跟您是一代人 那么您这本书 是不是其实就是写的 您自己的这一代人呢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我在这本书里 就是我一开始设计的 这个人物 我是按照我想象的 一个艺术家的 一个人物去写 但是写来写去 我自己就介入进去了 自己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一开始是自己的情感 然后自己的一些细节 然后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 其实最终的 还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自己 对一个大的时代变动的时候 对艺术的一些思考 对人生的思考 还有一个就是困惑 什么困惑 困惑就是在一个 物欲的社会里边 原有的那种理想 实际上也是一种初心 在某些人眼前里看 你好像被这个时代抛弃了 实际你是坚守着一种东西 在承受 再次费物文队 感谢您的视频 我然后做别人的 我感谢您的感谢 是 感谢您的电视 谢谢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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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声音 谢谢您的声音 您的声音 助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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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地 甚至于是激情地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您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能够感觉到您身上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气息 就这本书《楚云天》身上 就能够看到它在整个面对困惑的时候 它的选择 非常感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您的新作 艺术家们 谢谢您